哈喽,大家中午好,欢迎来到华人生活王的五件新闻,我是星辰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资讯摘要 她本是华尔街最无畏的女性,仰慕者遍布全球,昨日却被砸掉 加州上演偷车逃亡大戏,五车连撞三人重伤 开这个牌子车的小伙伴请注意了 下面让我们来看第一条资讯 昨日走过Ball Street或许会被扭交 眼前的这边场景吓得心头一紧 本就不宽敞的小巷内带着锋利愣角的碎片 玻璃闸,撒满一地,宛如打斗后的场景 寻着玻璃望去只见五位女孩雕塑脚下一片狼藉 不过不必担心,这并非恶意破坏 而是纽约艺术家的友谊之为 自17年3月7日,入住华尔街以来 她可是凭借鲜活的动作神态 迅速穿升为纽约达卡的新地标 而傲视男权占主导的精神器 更是成为纽约女性平权精神的象征 昨日是逢3月8日国际妇女节 也是五位女孩的四周岁生日 我们更是在她的旁边设置了碎玻璃的装置 这满地的碎玻璃象征着宛如五位女孩一样的女性 在冲破隐形天花板时的斗争 以致敬职场女性的监狱力量 甚至,不谈五位女孩承载着创作者的寄予 这座雕像能够落户华尔街,扭交所前的经历 本身就是段荡气回场的励志故事 广告雕塑意外走红 五位女孩雕塑最初只是2017年 受公司委托旗下的一支指数基金SHE所做的广告宣传 由于这支基金多投资到那些公司高层 多雇佣较多女性的性别多样化公司 所以广告设计人们明光乍现 将女性主义的臆象融入到一个高约50英寸 重达250磅的拉丁裔女孩的青铜雕塑上 更为匠心独运的是 这座雕塑在2017年才铸成 被搬到了纽礁处 在狭窄的中心岛上和长期生活在这里的华尔街投牛 狭路相逢 昂首挺胸的女孩只试着来势汹汹的公牛 气宇轩昂 正应和了雕塑的名字 五位女孩 一开始雕塑作为广告 只拿到了市政府颁发的7日许可 但因为鲜明的意向 引发市民的持续关注 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游客的目光 雕塑被给予30天摆放的许可 随着五位女孩雕塑成为女性韧性的象征 感动着世界各地游客的内心 纽约市政府也一次次破例 延长女孩的居住时间 这一勇敢 自豪 强壮的女孩 似乎唤醒了人们内心的愿望 每个女孩都和她一样 可以无所畏惧 一往无前 当时每个来华尔街的朋友 不再是奔着童牛而去 而是纷纷驻足和五位女孩拍照 就连市长白丝毫也迅速圈粉 和五位女孩合起了影 还称 这座雕像代表的是 敢于面对恐惧 面对权贵 可以找到自身的力量去做正确的事 由于市民太喜欢这个华尔街的小不点 每到风雨天都有纽约客人 为五位女孩穿上衣服 纽约本地著名的花艺设计师 也为她披上了繁花的致敬 走红的五位女孩 愤怒的华尔街公牛 五位女孩在NVC的走红 引起了隔壁华尔街公牛的极度不满 因为新雕塑的放置 彻底改变了华尔街公牛的寓意 是不正当的商业行为 侵犯了公牛的版权 华尔街公牛的作者称 自己是在80年代末 纽约股市崩盘后 受邀创作这座长近五米 高达3.4米的铜牛的 公牛的翘臀 俯冲的姿势 象征着对牛市的西域和经济回暖的期望 公牛向一侧倾斜的身躯 弯曲如边的尾巴 动感十足 也意味着其运动方向的不确定 这些都表现出证券的力量和灵活 以及资本市场的瞬息万变 公牛落户滚球绿地后 立马成为金融区当之无愧的象征 而17年的五位女孩的落户 却为这象征证券牛市的繁荣经济的公牛 迅速妖魔化 牛气冲天变成了气势汹汹 以前的积极乐观全不见了 只剩下威胁和危险 代表着力量坚强与乐观的地标 却抹黑了成为剧本中的恶人 变成了一种负面的力量 最让公牛委屈和气愤的是 双手插腰的小女孩雕像 在创作之初就想到了 以华尔街公牛为对手 它的意义甚至可以说 是要在这一特定情境当中 改变公牛的能治与所治 才能赋予五位女孩女性平权的寓意 但这些都从未与华尔街公牛的创作者上亿 所以在18年前 通过律师的多次协商 联系纽约市政府 要求将五位女孩搬家 却遭到市长的回绝 并表示 正因为还有不喜欢女性 占用男性空间的情绪 才是我们需要五位女孩的原因 既然是否不同一般签 那公牛就想用自己的办法解决 2017年5月 一名雕塑家放置了一个 正在尿尿的童狗雕像 来表达对女童像的不满 而作者当时表示 自己此举算是路线不平 把刀相助 把女童雕像放在著名的华尔街 童牛对面 只是一个企业的商业宣传策略 对于艺术来说是一种毫无水平的下三滥行为 女童雕塑跟女权主义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它仅仅是在表现对童牛雕像的不尊重 它还称 既然 女童雕像能为了自己私利 拉低牛童像的整体档次和价值 那以牙还牙 这只狗也全然奉还 毁掉女童雕像的意境 但作者也没想到 纽约克反而认为这世只小狗 是被无畏女孩驯服的淘气宠物 爱无及物 依旧纷纷打卡合影 直到2018年4月 这段无畏女孩 对战华尔街童牛的爱恨纠割 才告一了段落 当时 纽约市政府表示 考虑到聚集在雕像周围的人群 对来往交通构成危险 他们决定将无畏女孩雕像搬离 而在8个月的小别离之后 在众人期盼之下 18年12月 无畏女孩昂首插腰 保持着她专属的不服输的劲 出现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对面 怒目原邓 比喻着资本市场的血骸身符 大象牺牲 寂寞有力 而她在每一个城市的关键时刻 提醒人们纪念和注意 在纽交前 博得永久之地的无畏女孩 其实是所有在男权主导结构下 挤得自己一席之地的女性的缩影 无论面对生活的波澜 还是社会的压力 她们从未停止追逐梦想 迎着困难插腰挺身的那一刻 坚韧的力量感染 并激励着所有纽约普通的女孩 正如无畏女孩脚下的 镇刻的异于双冠的结语 正是女性的力量 世界因她们而不同 下面我们来看下一条资讯 昨天 洛杉矶东部的圣盖博谷 发生了一期 重大偷车逃逸伤人事件 两名先一犯偷了一辆欧哥汽车 但随后被警察发现 该嫌犯在警察的驱赶之下 仓皇逃窜 然后逆行闯进了一个十四路口当中 造成五车连装 三人重伤住宴 昨天下午5点45分左右 两名30岁以内的杜阿尔特男子 在阿苏桑盗取了一辆本田欧哥 正准备开溜 但欧哥车主及时发现了这二人的行为 而后迅速通报给了当地的警察 警察展开了全面追击之后 这二人可能是由于新手没见过这么大场面 所以驾车时十分的惊慌 他们连闯数个红冬之后 终于在十四路口处发生了车祸 他们驾驶的欧哥汽车和一辆白色丰田凯美瑞相撞 然后还致使其他三辆车因为来不及躲闪而相撞 据现场图片显示 事故发生的相当惨烈 车体破损不说 就连司机都鲜血直流 据悉 这两名偷车贼是受伤害最严重的两人 他们在相撞时直接损害了欧哥的前挡风玻璃 然后冲出了车外掉在了地上 卡美热车上的一名乘客也受了伤 他们三人立即被送到了医院进行处理 据现场警方发布的报道 这两名偷车贼竟然还是在饮酒后下手偷车的 我们对他们二人的酒精含量进行了测定 同时结合他们二人的行为 可以判断出他们一定是喝醉了 现场的警方发言人说 好家伙不光是偷车居然还酒驾 难不成这二人是酒壮怂人胆不成 偷车的情况在洛杉矶是一直屡禁不止的 而且去年洛杉矶附近的偷车案件 还明显的增多的情况 有统计数据显示 洛杉矶去年这一年的偷车案件 同比上年增长了43% 达到了自2010年以来的最高值 有报道声称 疫情期间大家在一定程度上 降低了私家车的使用率 毕竟外出聚会受限 这就成了偷车贼下手的好机会 他们经常对那些 长时间停在车库里的车下手 而且他们做案前 一定会花时间好好观察一下 这样才能判断出 哪家的车好偷 而且洛杉矶政府 日前还出台了领保式的政策 原本是想避免更多人聚集在监狱中 但这条政策 却反倒给偷车贼 成为了庇护 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地偷车作案 因为反正这样也不会被关进监狱 针对偷车案件 日前有网站公布了一个榜单 列出了洛杉矶最容易被偷的几种车辆 大家快来看看 有没有自己家的爱车上榜吧 综合来看 洛杉矶最容易被偷的车辆是 F150或者是 到齐品牌的DogTarger HEMI 美国的小伙伴之所以钟爱皮卡 是因为皮卡结实耐用 而且能装的东西很多 因此皮卡车在洛杉矶市场很受欢迎 不过这也正是偷车贼 钟爱皮卡的原因 所以节目之前的小伙伴 请赶紧把自己的车辆看好了 在自家车库门前和车上都做好 监视器或者记录仪 这样才能有效防止爱车被偷 另外在给车辆上保险时 最好也多多看看车辆的失窃险这一块 避免音小失搭的情况出现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五间新闻节目 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感谢收看今日华人生活网的五间新闻 更多内容 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华人生活网 我们也新开通了微信平台视频号 方便大家随时关注最新的在美时时焦点 午安 我们明天中午再见 感谢观看